好 另外來關心陸委會副主委梁文傑 被爆出使用加熱煙 那麼由於在臺灣現在還沒有加熱煙 通過審查 因此算是違法的行為 對此 衛福部長薛瑞源明確的表態 該罰就要罰 並且國劍署也主動將市政 送到臺北市衛生局來加以檢舉 立法院總質詢未還議題時 國民黨立委溫玉霞質詢重症失能者相關議題 他就批評政府做不到 讓侯友宜來做 讓行政院長陳建仁怒說 沒有單單子的人不知道辛苦 聽到關鍵四個字 行政院長陳建仁火氣都上來 國民黨立委持續緊咬要求政府承諾 提供重症失能者外籍移工補助 不過換侯友宜來做就行嗎 而如今兩岸情勢緊張 欄尾質疑兩岸一旦開戰 醫療物資是否足夠 有建於以色列哈馬斯戰爭 更要防止敵軍攻打醫療設施 不過執掌兩岸關係的陸委會副主委梁文傑 被爆出使用加熱煙 他本人也坦誠卻有歧視 衛福部長薛瑞元表態 該罰就罰沒有例外 主動送臺北市衛生局檢舉 我們已經送臺北市衛生局了 國健署這邊已經把這個資料給他們了 那接下來的採處就是由衛生局來做處理 立法院總質詢 衛生關切 為還議題 為人民健康安全把關 接著是馮浩宇台報道